在中国绘画史上常见的主题 它都是巨洋场景或一纹红豆的描写 看战之下生人的蚂蚁活动 和活成的绘画中不能说的秘密 大家好,我是页念荣 我要介绍11幅透露着点点山继续的作品 长期蚂蚁主会卷 开启气垫 这是一套八幅图册 开启气垫 从此之中的第五幅作品 画中描绘中国商船 一直到日本长期蚂蚁港口后 在当地坛人间屋进行商业活动的情形 这幅画十分的特别 因为以贸易为题材的作品 在中国传统绘画非常罕见 非常具有艺术时尚的价值呢 透过这套图册 我们可以知道清朝开放海经后 与日本贸易的交流情况 画中内容描绘了繁忙的商贸活动 往来的商人在货品中穿梭 这幅画描述了商人卖掉 从中国原来的仇书之品 在以所的形态采购日本的洋漆 与童谨等物品的交易行为 来自日本的洋漆与童谨等物品 为了中国朝廷的大力赞扬 这至于成为了新潮风情建丝 所仿制的对象 是不是十分厉害呢 这套图册以唐人街屋为主要场景 以介绍的技法来描绘主要的建筑体 对方画介绍的概念 好像有点类似于我们用尺 来帮助描绘绘的直线一样呢 在以高空幅看的角度 加上进步平行斜线的方式 画出具有深度的空间 虽然这种特殊的处理 不像线性痛式 具有临场的真实感 具有层次分明 让观赏者可以一目凉然的 看清身处其中的人物活动呢 那马上的文字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说明整个商业活动的行为 你有想到吗 或者导览到此结束 谢谢